开始 不许消场啊 嗯,大家好,我叫从杰 然后今天,我其实是在 Adidas的网站上看到了 有这个挑战你的奥运梦想这个活动 然后呢,我看到有三个奥运梦想可以来实现 但是我却选了柔道 你一定会奇怪为什么会选柔道吧 嗯,而且我选的是这位 这是我们柔道78公斤级的市井赛亚运会 还有包括一系列的大小小比赛的冠军童文 很值得骄傲啊,不过你肯定会想 你小子肯定是装蒜,为什么要选一个柔道这个项目呢 你肯定也不曾柔过吧,诶,还真不是 今天我就给你讲讲我跟柔道的渊远 其实啊,早在十岁的时候我就跟柔道有关系了 给你看一下这张图片 有点模糊啊,写的是Master Fighter 这是当年我这个年龄非常非常流行的一款街机游戏 叫街头霸王 无数的小孩在那玩 你可能会说了这有什么关系 别着急,我再给你看一张 看到这个人了吧 这里面挥着冲天拳的这个人叫RYU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冲击波 是个日本的柔术选手 你可能还要跟我讲,你卖什么关子 这跟你的柔道有什么关系 别着急,咱们看最后一张 这一张就是RYU先生进行柔术比赛的一个场馆 可以看到这里还写着风铃火山 实际上这款游戏设计的当时就是在柔道这款运动 正式被确定为柔道这个名称之前 其实它是叫柔术 然后这个游戏的场景 刚好就是柔术的场景 所以呢 这就是我跟柔道的渊源 所以这次我参加了 挑战你的奥运梦奖这个活动 然后感谢CCTV 感谢MTV 感谢Adidas 给我这个机会可以圆这个奥运梦 然后希望大家都给我投票